哲学是神学的侍女 让哲学为真理效力 我不认可 好 我尊重你的观点 独立于神的哲学是啥 对 你仔细听讲课 我又没有说 让低大神的哲学 硬跟神学融合在一起 独立于神的哲学 其实严格来说不存在 虽然有些哲学是反无神论的 反神的 但是哲学思考本身就基于神的启示 虽然理性主义竭力地想脱离神的约束 特殊启示的约束 但是理性主义 他在思考的时候 也是在用神的资源 就像范台儿讲的 一个孩子坐在爸爸的膝头上 去打爸爸的脸的时候 他能够打爸爸的脸 也是仗来爸爸用膝头顶着他 拖着他 他在用上帝给他的理性 用普遍恩典给他的思考 虽然他里面知识里面有些混乱 用他混乱的知识 堕落的理性和知识 去反对上帝 但是他反对的这种能力 本身也是神的恩典 他没有办法完全跟神分离 亚当背离神 不错 和爱的关系是隔绝了 但是亚当再怎么背逆 他也是纠缠 摆脱不了跟神的关系 上帝还审判他 你觉得你成为神了 你独立了 但是上帝审判他 而且他反叛神的时候 用的是神给他的意志和自由 只不过是滥用自由 所以我们追求神学 学习神的时候 或者说做神学的时候 把圣经里面一些真理 包括你讲到 也是在哲学性的工作 大家只不过是对哲学 好像想得太远了 你准备讲章的时候 也是在做哲学 圣经你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已经在你的理性知识的活动的里面了 虽然是在圣灵的某种引导下 然后等你把圣经那个话 不是照着背诵 而是解释 又重组 又阐述 又加上你的佐证 立证 这个本身已经在哲学化了 明白啥意思吧 我们怎么可能脱离哲学呢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概念 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的哲学是什么呢 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 基督教的哲学 非基督教哲学 我相信这个世界都是偶然的 基督教的哲学呢 是我相信人是罪人 需要耶稣基督救赎 非基督教哲学 人都是动物 都是从进化而来的 人是自主的 基督教的哲学是 人类社会需要公益 秩序 彼此相爱 这个强者照顾弱者 非基督教的哲学呢 是弱弱强食 他贫穷是他自己的罪 因为他懒惰 他笨 所以 问题不是哲学本身 我们追求的是基督教的哲学 当然你说的这一点 我认得 不是独立于神的哲学 那个的确是自杀的行为 不过从严格来说呢 在思想里面排除神 欲玩人心里没有神 刻意的去拒绝神的观念 拒绝神的真理 这种哲学的活动 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这种背离神的一般启示 或者特殊启示 本身是不可能寻求到真理的 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 世俗世界里面也有真理 就是不信耶稣的哲学家里面 他们的讲论里面不是都错的 有很多都是真理 那个真理是一般恩宠当中的真理 不是透过信心 相信耶稣基督能够领受的真理 透过观察宇宙发现了一些规律 那不信基督的那些数学家 所提出的一些数学理论 难道咱们学习的时候就不用了吗 用对不对 非基督徒发明的研究的这个汽车 或者火车 我们不做了吗 做对不对 为什么 那里面也有真实真理在里面 那个都是上帝的傻次 不是特殊恩典 特殊傻次 而是一般领域当中的 不信基督的这些农业学者 研究出来的什么物农的一些理论 或者是药物 我们也照样用嘛 对不对 所以留意重点是 那个哲学是不是独立于神 或者抵挡神 拒绝抵挡神的 好